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期多国爆发床尸危机,让人们惊恐不已。 床尸不仅在欧洲国家四面,最近还传到了韩国。 臭虫以人类血液为食,蔓延速度快,不易消灭。 臭虫危害人体健康,引发皮肤红肿,发痒等不适症状,甚至影响睡眠质量。 据报道,法国、英国等地的剧院、医院、监狱等公共场所频频发现臭虫,不少学校甚至关闭。 在韩国,臭虫已在多个城市出现,民众陷入恐慌。 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防治臭虫,但它的蔓延势头仍趋向扩大。 臭虫危机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担忧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